是剛剛過去的一年 人人都戴著口罩半借臉 看不到身邊的人全個樣子 大家都像集體半面蠻一樣 但原來世界上真是有面蠻症這回事 在香港,每50個人裡 就有一個有面蠻症狀 面蠻的人很多時候 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是有面蠻的 到底他們眼中的世界又會是怎樣的樣子呢? 會看到樣子 不過主要不是靠她的樣子去承認那個人 因為我什麼都想是沒有樣子的 Sally 是一位面蠻的人 她在80後擁有博士學位 曾經在大學裡教書 但這個記住很多專業知識的腦裡 在這30多年以來 連一個樣子都記不住 包括她的家人 甚至是她自己 那你在家裡的女人一定是你媽媽的 你是不會有機會在家裡有一個 你不知道誰的人出現在你家裡 而你需要承認她的 小時候你出家一定會跟媽媽一起的 那那個一定是你媽媽來的 通常如果有同學 剪完頭髮 在走廊 就未必認得 但回來一坐下 你就會知道是她 之後你就會更新你腦裡 她那個人的頭髮是這樣 那你就知道這個是她 之後 我是閉上眼 什麼都想不起的 不只是樣子 我是沒有圖像的 腦海之中有圖像的意思是 例如一講起樹紅咬住花葉 你會想起 一講起 我全都要 會想起 一講起 dead body 就會想起 但在Sally的腦海裡 只有文字和聯想到的感覺 是沒有畫面的 平時看到樣子 但認不到是什麼感覺呢 就好像把看慣的樣子 常下顛倒 我們都會難以認出一樣 面盲症主要有分兩種 有些是先天的 有些是後天的 因為他們的視力 他們的行為 滋消水平 連一般的記性 都是正常的 一般我們走過的人 我們就看不出 簡單來說就是 他們那個特徵 只不過是難以辨認 眼耳口鼻這個組合 他們可能是不自覺 原來他們是 不小心用了其他方式 去認人的樣子 因為他習慣了不看樣子 反而是觀察各種細節 來變認人 所以在這個 人人都戴口罩 藉著半邊面的日子裡 對他來說 一點影響都沒有 其實我沒有發現自己 認人的樣子 看書說那些人的樣子 是認眼耳口鼻的樣子 平時認人口很多 髮型 他戶眼鏡 說話的語氣 他走路的步姿 他用甚麼袋 和我熟的人 可以有腳步 知道是誰 他平時上課 就是這樣靠特徵 和點甚麼來辨認學生 亦都會靠辦公室的座位 來辨認同事 所以Sally身邊的朋友 甚至是家人 一直都不知道 他有面蠻這個問題 但一些不熟悉的人 他就會很容易混淆 他試過認錯別人的女朋友 亦都試過在別人 脫了眼鏡之後 就不認得 譬如A 她的朋友叫B 她下次帶出來的朋友 我就自然會當你B 但原來已經轉來C 我就不知道 現在可能好些 現在有Facebook 你會見到 他經常更新自己的照片 通常面蠻 我們很少特地去做個測試 因為一般人 就算是天生面蠻 已經在他成長裏 學會用不同的方法 去幫自己容易認人 雖然專業的測試 因為過程反覆而做不到 但記者都準備了幾個 簡單的測試給Sally 看看他的面蠻程度 測試包括動物類 卡通類 和人物類 雖然看粒物和髮型 認得出是白樑金 但另一位冬菇頭 他就認不出是Angelababy 這個當然是比卡千 當然認得到 這個很明顯 這個跟完全不一樣 連畫風都不一樣 這個很明顯 人的眼而口鼻 聽他的語氣 好像認為這三彎的測試 是侮辱了他博士之力的智慧 好,我們一如來到進階 人物類 我沒有看這部電影 這堆人是一樣的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頭髮也比較多 這個好像比較好一點 他的頭髮的形狀 比較圓 但這兩個頭髮都是這樣 一個彈 他的樣子是一樣 都皺了 而且都是有鬍子 這部電影我應該不會看 應該真的認不到他們是誰 除非他們的聲音很不一樣 你問我是誰 我還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們是演員 如果有一些很印象的 我會馬上知道是誰 現在很喜歡把某些政客 打了格子 我想很多人是 打了格子 也不可以 他們都不會認得到 Sally更加因為面蠻 所以連五官組合出來 即是漂亮還是醜 都是分不到的 就像這張警示圖一樣 對他來說 因為分不到誰是英俊 所以都是沒有分別 顛覆了樣子 才是襯衣重點的概念 無論怎樣 穿到這樣 都是不好看的 所以就算他現在 我剛才看到這個 我也覺得不好看的 Sally因為沒有眉醜的概念 所以不會以貌取人 自己都很少化妝扮美 而沒有拍拖的Sally就說 如果要找男朋友 他的樣子長得怎樣 都無所謂 例如你選一個男朋友 首先要有一個男朋友 就是未有的 應該要考慮你的樣子 漂亮和不漂亮 例如有些人化妝化得很厲害 你會覺得為何他臀部那麼粗 有些人會覺得他醜樣 但應該不是因為他的樣子 我應該是常常去做的事 覺得他是一個好還是不好的人 我想我自我認同 是沒有基於外表的 你不會基於一些 你本身自己都不太在乎的事 你那個自我認同 那你會不會因為這樣 有些什麼遺憾 是覺得有的 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樣 那不是的 可能都會想知道 一個人的樣子其實是怎樣的 我看了他們的五官 可以知道他們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雖然不會因為自己 認不出親密的人而感到疏離 即是沒有關係 我覺得你認不出那個人 你跟他的關係是怎樣的 我不是認不出那個人 我認不出他的樣子 我知道他是那個人 但反而怕親密的人 知道自己認不出他們 這也是他訪問中 不肯露面的原因 最後奉送一個醫生的專業意見給大家 其實人看事情都不需要這麼清楚 有時認不出人 尤其是那些傷害你的人 那些前度那些 那如果你不認得他 那你的人都是開心點的 好可憐 什麼呢 我在浪費表 我看到戴了口罩就認可了 我看到了 肚子戴了口罩就認可了 那麼難認可的人 我們一起去問問大家 想問一下最近戴口罩會不會很難認人 就是這一年 不會 主要人都見慣了 就是他的特徵的眼睛基本上是很熟悉的 就是一看就知道是那個人 戴口罩也不會啊 這個人紋眼的 他說他自己面紋 我覺得已經面紋了 然後就... 現在戴戴口罩、戴眼鏡 就好像全部差不多一樣 都是的 他有面紋的 對 我不認得人的 就是別人看著我 我會覺得 就是我認識你嗎 就是這樣 但是你不開口 我不會知道你是誰 這一年有沒有認錯人的事發生了 我經常被人認錯 蛤? 被人認錯的是女生 蛤? 為什麼 不知道 我剛才有個男生不敢進來去廁所 很可憐 他開門被我嚇到然後出去 有 有嗎? 因為我這副眼鏡就比較供詞 每個人戴副眼鏡 跟我的樣子都差不多 然後再加上我的面型 多人的面型 讀大專因為認識了新人 靠口罩 其實我覺得這個帥哥 這個也是帥女的 然後一去吃飯 有些不對勁 可能戴了口罩 每個人都很美好 為什麼? 因為只能看到眼睛 每個人都很美好 那一年有沒有認識過我新的朋友 可能完全沒有見過他 戴口罩以下的樣子 戴口罩以下的樣子 誰來的? 有試過嗎? 因為我教書 有些新同學插身進來 因為九月份已經戴口罩了 戴口罩 我完全不知道他什麼樣子 接著收到學生的照片 才知道原來你是這樣的樣子 我們見了第二次 是嗎? 是嗎? 噢 就是這樣 穩定交往中了? 不是 想太多了 噢 新相識 那見過對方 會不會戴了口罩和吃東西 那時脫了口罩沒有不同 坐下來吃飯的時候 是還沒脫口罩的 所以我只能說 不要脫掉他 明白 在最近就有研究發現 習慣了戴口罩之後 我們身邊就多了很多面蠻 多科學家嘗試給屏幕上的人戴上口罩之後 實驗對罪在面部識別能力 都會出現了明顯下降的症状 有些連名人翻臉都沒辦法認得出來 我們一於跟大家做一個小測試 不如我們做一個測試 我特意幫了一些明星自己戴了口罩 看你認不認得 不知道這兩位你認不認識 嘩尷尬 完全不認識 給你們 我不會認識 但不認識可以怎樣 那旁邊那個呢 這個 認不認識 不是香港人 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 是深味 是不是 好像是深味 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 我不認識這個 是不是以前的男人做的 是 不知道 哪兩位呢 這個答個 這個答個 這個蔡師傅 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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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 吼 糟糕 好熟口麵 好熟口麵 是 答個 答個 剛剛誰是答個 答個 蔡師傅 誰是誰呢 誰是呢 誰是陳奕迅呢 右邊 這個是陳奕迅 但這個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知不知樣子 其實兩個是一樣的 他可能有機會是fake我們的 Eason 這個是Eason嗎 這個還是這個 這個是鎮魚 這個是Captain 兩個都是Eason 這個我知道 這個舉重的 好厲害 這個是陳奕迅 喂 你偷看一集我 因為我常常看無聊的東西 那個人 沒什麼貢獻 你唱歌的那個 是他唱歌 是越南越愛的那個 玩笑 叫什麼名字 我不認識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另外 這個是 那個他呢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叫陳奕迅 我不知道 是主持 這個 這個是唱主題曲的那個 唱越南越愛的那個 哈哈哈哈 這個是陳奕迅 對呀 兩位都猜中 對呀 是不是香香公主 誰是香香公主 神禮香 如果是香香公主 神禮香 是不是 有點像這種Baby 這個像這種Baby 不是 這個是美湯 好像不是 為什麼呢 你要憑什麼認到她 還是誰打誰 眼睛 就是眼睛 這個不是美湯 誰跟誰 這個是藝神希 但是有一個是 一個是誰呢 那個呢 是 跟馬鳴 一起的一個叫什麼名字 騙過這個 袁 對呀 好 袁啊這個 你們覺得 會不會 明星戴了口罩 其實難認了很多 如果真的 奧土和 森美兩個同一時間出現的話 就會 有機會會 就帶我 認不了 就帶我了 看來戴了口罩之後 大家在認人方面 的確多了不少的困難 但原來 世界上 真的有面蠻這個病症 想知道患者是怎樣去辨認其他人 就要留意另一集 三十多年來 都認不到人樣的面蠻症患者 Selly 的故事